他还小小的刮了一下 就说他还刮了一下 哎呀这个石头 石头还是树来着还是地形 反正他刮了一下你看到没 就很着急 那车还得往前走 一起来 对你分战就直接机器好吗 但是真的可以换吗 跟前还是很快的 跟前还是很快的 这里差点 差点给他直接补掉了 现在这个1.5秒的倒地保护时间 有时候确实很致命 一定要让兄弟们负着打 对吧 咱们又不是 负不起的人 好悟空这里是 做了波拦路虎 收了波过路费 硬了吗 有可能真的被混了 果然看错了 哇有机会穿的 兄弟机会给你了 哎呦第二个可惜了可惜了 不狠 悟空是不是 哪外面还倒了一个呀 被谁击倒的 95k 95k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波肯定挺 上把第一个掉的好像也是95k 这个翻车的地方是有个人的 然后 直接在车上以鼻子打回头反打了 巨幅的掉人情况挺严重的 巨幅这里有可能是 就是翻车然后也被看到了 你看他这个位置其实是进入到了 就对手的一个零 就领区 是吧其实 就一局的话希望是 几乎没有的 嗯这两边还在打 嗯 其实我觉得他们彼此都可以说的 就是不同意义上面的快乐队 对 对 他 唯利 打了一个打了一个打了一个 但是补不掉啊 是啊中间还是有点大意了 我觉得啊 玉这波没想到啊 对手拉开有点快 一面撞过来 耶 但是对方蹲下了 刚好他炸到的头线 你这也行啊 这就是快乐队 快乐队找了一个 呃 DT7 我觉得 分数其实也是有点低的 哦 你死我活的 不停的互换 然后呢 来下一位 雪魔现在已经倒地了 雪魔这个位置对我还帮不到 马东西在外面 那我觉得进点DT人少很多耶 人是少的 可能是正是因为人是少的 所以他这个进点有点接不住 反正这把节奏肯定是很快了 已经注定是很快了 对 十分钟二的一波 听到 听到脚步 这个肯定听得到的 高拉低 没任何问题 小杨这个运摇点最后修正 往外面修正了一点 这个修得很好 突然变成三打二了 那就直接移起来 DT DT这边先过来的天弟弟被秒杀 但是他听到旁边有人 嗯 哇他这个镜头 我可以反驾吗 小北和实习兽都在拉位置 小北要活下去就行了呀 他这个人已经进来了 他听到是头顶 我会去听 听到是外面的声音吧 外面的声音 然后干扰到的他 不知道哪个人离他更近 主要是旁边突然来了一对 确实没就位啊 那个 然后看一下DSS和KLG KLG的位置很稳的 DSS是13分 我练一下 是的 在周园再尽量多拿点分 援军来了 这波 清点还有一些打的机会 哦 没进去 没进去 第二波再进去就难了 李白刚才被闪了 外面看到一个残血 哎这个反应够快 他绕过去之后是知道这个人的位置吗 感觉就是随意一瞟 又看到了豪斯哥 胜手直接打掉 但是菠菜 菠菜这个位置顶住了 还是护坏啊 菠菜倒了 DSS剩下两根的位置也是清楚的啊 尤其你都架到墙上去了 Gigi 他这个枪口从那个枪 就是墙出来的那个地方直接转到了 这波KRG难度不高了 KRG甚至可以先救人 呃 想先不人 那人的位置应该已经锁了 应该一听到在这个楼里啊 哎 对面是有盆子的 还是先救一下吧 圈一个回 菠菜式 刚起来又倒了 但是原点VM也在修 KRG应该有点难动了 还是有持续战斗的欲望 把人都救起来之后 有一辆车 刚才视角里面给的这有一辆车 反正还可以转移 是的 菠菜还倒了一个的 哎 这个门口 短面相接好像 看起来VLG是有点优势的 但人还是太少了 对主要人太少 哎 被闪了 哎呀气死了 哎 喷空了 很关键的一枪 是的这枪如果中的话 那个人直接堵门了 对 而且BB刚才是被火烧了 没办法支援正面的 白天上的罗跑 这是考验 这个小左的打靶能力 DT 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 压力太大了 DT 但人已经损失差不多了 然后XCG去 去打4M 他是徒步走过去去打4M 回头一个空爆吧 直接是雷倒了一个 4M暂时因为要去救人的关系 不太能够捕捉到XCG人 换位置的情况 他们不太知道 Jacky已经是让 来看URG波 对面的狐狸很猛 UR车被倒了 他枪前压力太大了 上下两个枪在炸他 是的 关键是KRG 从背后过来了 小路打了一个 刚好在换位置 永远刚好在跑位 你看到没 KRG QT甚至还拿了个人头 是的 背后刚好 这个KRG已经过来了 对 两队是瓜分了4M的分数 圈形是继续往北边走 实际上 先里应该有个预估 因为I7毕竟是跳摩托绳的队伍 所以I7在红砖 这个事情 应该是很容易被推测出来的 是的 I7其实 因为朝鲜没有拿分 他现在已经是 掉到第十位了 把人头一补 对 反倒是XCG现在保持了满边 依然还有推进的可能 对 XCG打了很 正去压那个KRG 他看到有KRG信息了 XLG想晋级的话 他们需要吃一把大分的第一或者第二 人头 特别刚才小收了一下劲 但是还好自己没倒 修正一下位置之后打了一枪头 这波17来了 是的 实际看到是 打两个 对 速决先把人头补一下 Pero那边也是在跟GFY打 GFY应该算是进攻方 Pero是首方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压制 因为他们在进攻的途中是打下来一个嘛 就是GFY是有点难攻的 原来这个直接冲连 这波其实就是纯挨打 因为他这个过来你看这个地形非常平太平了 嗯 那GFY只不在了二十分 应该是无法晋级了 17还好 这个位置不太会被劝架 把XLG赶走之后 先控制 跟杉杉慢慢打了 这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关系了 两个人是要打起来了 同枪反鞋 SMS很早就来到这里 KRG应该算是一个不速之客 哎 小北关键一枪局是补了个人头 17分数33分了 和第九名来 马云龙再往前走一步 就可以看到一个侧身 谁说被击倒了 暂时封烟是保不住的 烟的距离不够 17人 哇 我听说太多了 太多雷了 旁边 能不能顶住 速球打了一个 自己也倒 17最后是小北顶住了 但是 哇 这波居然能顶住是太不容易了 但是 看分 36分 是的 但是这波的话Payro来了 刚才他周围其实是有两个队伍的 加上独狼 17现在分数已经定定下来了 是 现在就看90名 我现在主要是算不清楚 现在场上 现在还场上的淘汰够不够啊 什么的 你根本就算不出 Payro又拿了一个分数 他又要管XCG 然后又要管SMS 哦 但是SMS从A的侧面打了A7一个正在过马路的人 两枪直接把 JACK IN 是的 我反射两枪 AZ AZ近年要冲了 他现在把近年的拔掉 很勇很勇 这波的话 又有一个过年 哇 这波一直在给主持者 但是另外一边 SMS是被补了很多人头 I7所有人都集中在这个反鞋 他们要冲锋吗 两边都倒了 让我看我头上 他都打打打打打 你呢 你呢 你看 看 你看 我说 我叫我两个 I7倒一个 看我看你 把 I7砖了 四打三了 四打二啊 四打二了 慢点慢点 慢点别补了 三打三 我没假的 我脸上埋着 我不知道 他们觉得怎么那么意思吗 加十位没打掉 甚至都没有惨 这个学长都还有战斗的机会 但是这个 但是原点的鸣被驾倒了 经典道具 这个身位还是有点多了 是的 继续给继续给继续给 有感觉 哇 Pero这波其实战斗意识很强 鸣是爬上来报了位置的 有淹的 有防守淹的 哇 这个淹风的真的是 马云龙打倒了一个 正面要突破掉了 这个后面的绕子吧 这边什么眼睛脱死了都快 糟糕了 Steven这个位置白绕了 一打一吗 一打一一打一 在背后 晓妮他知道在背后吗 有没有这个意识 晓妮他反上